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联储局一年议息八次 当中的四次会有详细的经济预测 市场最关注的就是称为点振图的利率预期图表 联储局由07年开始 每逢3月、6月、9月及12月的会议 除了发布议息声明之外 还会有一份经济预测摘要 其中最触目的就是利率点振图 这幅图显示了美国15间联储银行 对短期至中期利率的预估 每一段时期的利率预测有15个点 每一粒点代表每一间联储银行的利率观点 投资者会观察出现最多粒点的利率水平 去揣摩联储局加减息的倾向 此外,经济预测摘要 还会综合各官员对未来三年或以后的经济预测 预测范围包括GDP、失业率和通胀 除了经济预测摘要之外 以适量一个月后发布的会议记录 会更加详细地聚述官员对货币政策 以及经济预期的讨论 总结而言,联储局每一季都会公布一份经济预测摘要 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利率点阵图 初过要密切观察联储局官员对利率松紧的看法 对金融市场会有重要影响